中三的百分数 今天我们再来讲讲中三的百分数 而今天的选择题 就是一些选择题 大家一眼看到这些是什么 我称为三角关系图 A有20%比B C有20%比B 他问你 这些百分数超似 每个6.256又三分二 一些C比A A和C比A很乱 其实都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数十秒都可以计算 而且可能在十秒内 已经知道哪些赛一定不是 下一步来吧 第一件事要早做翻译 把上高这些文章化作算式 第一句 A是20%比B 翻译做A等于B乘1-20% 绝对建议是点数 因为点数容易看很多 80%比B就是0.8B 第二句 C是20%比B 就计算C等于B乘1-20% 这样变点数就是0.75B 你马上看到端倪 0.8B 是比0.75B 所以就得到A比C 立刻就知道哪两个不是 就是C和D 这两个是说A比C 我不理它是什么% 总之这两个C和D 是不认为A比C OK 那么下一步 怎样A和B 解决到哪个%最適合 C小于A 要计算的时候 就采取一些解题东西 可能我原来不知道 解题的时候 因为顶后的代数 其实是份母 如果你不知道 就下跌下这个NOOX 否则顶后面 一个就是份母 待会我们要计算的% 就要把某个份数成100% 你现在知道A的份母 你就不会搞错 required%就是这样 A-C就是换换 再重新增加佛母 A是8% 现在A和C 就化回刚才的0.8B和0.75B 就可以了 这条色变成0.8B 减0.75B 再加上0.8B B弱了之后 一次的PLUX数机 就计算到6.25% 即是不是A 而是B 所以下一次 你很快就计算到 明白的同学 记得Subscribe 我们的数学999 考试 今次不用瘦啊 瘦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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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3 4 5 5 9 9